欢迎持续加入凤凰早班 这头条看到的是截至21号的上午9点钟 在甘肃林下6.2级的地震 已经是造成省内113人遇难 而青海省海东市23人遇难 还有11人仍然失踪 目前各方力量继续全力展开搜救 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 甘肃林下州基石山县 21号凌晨发生4.1级地震 震源深度8000米 余震导致个别路段塌方 地震发生以后 甘肃青海两省交通部门 迅速行动组织所有的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进行了排查 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 所有的落石和塌房已经清理完毕 现在道路是安全畅通的 基石山县已经增设19个医疗救治点 和一个流动医院 同时组建21个巡回诊疗队 深入受灾最严重的乡镇 开展巡回诊疗及转运工作 目前镇中居民房屋受损严重 截至21号 住建部门已完成 对当地幼儿园、学校、医院的初步排查评估 大河家镇留集乡两个乡镇 19个村所有房屋的应急评估工作 乡城供水、供气 以恢复正常供应 供热以基本恢复 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大河家镇 安置点人数陆续增加 电信部门在当地新增了4个通信基站 安排两辆应急通信车 保障通讯上通 基石山县第一批 57间活动板房也搭建完毕 每个活动板房可以住4到6个人 工作人员也为房子布线 做好供电保障工作 青海省的失联人员搜救工作 人在紧张进行中 主要集中在津田村和草滩村 现场有超过12000平米的区域 两条村的65栋房屋被淤泥掩埋 当局出动多台大型机械 持续进行清淤工作 帮助搜救人员展开救人工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把镜头深入来看 甘肃基石山县大河家镇 因为这里是地震的震中位置 而基石山县最大规模的安置点 是位于大河家镇的 清真大寺广场安置点 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 在21号的深夜 在暗访安置点时也强调 下一步的救援重点 是要让灾民尽快住进 固定性办法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多钟 刚才看了一下 气温已经是零下15度左右了 那在我身后的帐篷区里呢 人流量已经是比较少了 偶尔能看到有一些灾民 拿着救援物资 回到自己的帐篷里面 而大多数的灾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帐篷里面 已经是早早地钻进了被窝 或者是围坐在暖和的炉火边 聊天 度过这样的一个行业 晚上10点多 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 正在安置点走访灾民帐篷 并检查现场的救援设施 胡书记您好 我们是凤凰卫视 想问一下 现在这边物资已经比较充足了 那接下来下一步救援的重点 会再放在哪些 今天我是来暗房 知道吧 这个 今天找了16个点 我把所有的重点村全部找完 对吧 今天这个地方我每天都要来 因为这个地方人最多 对吧 看一看老百姓过得怎么样 那目前还有什么样的挑战吗 或者困难 天气 我们要跟他斗 让老百姓过上温暖的帐篷 能够吃上这个可口 特别是热乎乎的饭菜 胡昌生说 目前各方的救援力量都在发力 整体救援工作有序进行 这个是一个临时性能安置 对吧 接下来我们要做固定性的板房 过渡性能安置 好吧 好的 正在推进了 谢谢 非常谢谢你们 截至21号 大和家镇清真大寺广场的安置点 也有100多顶帐篷 共有1600多名灾民住在这里 这也是基石山县最大的安置点 凤凰卫视 孙伟健是一宣李德宇 甘肃大和家镇报道 那么有关甘肃的灾后救治的最新消息 我们要立刻连线给 正在甘肃临下的特派记者孙伟健 伟健你好 陈子祥宜早上好 各位我们介绍一下 对于当地居民的安置状况 目前安排的如何 另外当地的政府对于受灾户的救助情况又是如何呢 好的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 目前救灾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昨天我们在现场是看到 婴幼儿的物资还是比较紧缺的 但是在夜里呢我们是已经看到有志愿者抱着这么一箱一箱的这种 紧急调配来的婴幼儿的止尿库进入到现场 那当地政府在昨天已经表示说已经申批了相应的婴幼儿的物资 预计在接下来的一两天情况就会得到好转 那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 为了不影响高中生的上学呢 从今天开始也就是6.2级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 那当地的基石山县4900多名的高中生啊 将恢复线上受课 而今天的第一节课就会是心理健康课 那在此基础上呢 也将会根据各个学校的灾情啊 来逐步的恢复线下受课 那我们再来关注灾民的救助情况 那当地政府已经是表已经开始对地震灾区的遇难家庭 是按照420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 而对受灾的家庭呢 是按照2000到5000元的标准进行救助 那同时呢 马上就要过新年了 然后再接着就是农历的春节 所以如何让老百姓能够温暖的过冬过节 将会是接下来救援的一个重点 所以昨天我们在现场呢 也是在最大的安置点 采访到了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 他也强调 目前现在的这些棉帐篷 还只是临时性的安置 那正在推进固定的过渡性的板房 那此前当地的政府也表示 会尽快地确保每一户的灾民 都能够有一顶棉帐篷和一间固定型的板房 那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 两位 好的 谢谢伟健 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我们把镜头要转到是在青海省的草滩村 当地的救援工作 21号有了新进展 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黄南支队 在村内5号救援点位 寻找到了两位的村民 而在现场四周是充满了 在沙涌之后留下的淤泥 给救援工作带来了不少危险 但救援人员还是日以继夜地挖掘 也希望尽快救出被困的居民 21号下午6点过 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黄南支队队员们 冲向了草滩村5号救援点位 前方传来消息 搜索有了新发现 多名消防救援队员 带着被褥 钢梯 担架 赶往一处只剩防粮的屋子 6点过 这里有一名男性被困村民被发现 在暂停挖掘的挖击大小臂下 四名消防救援队员围着其中一个立柱 开始徒手挖掘 从还有天光到天色暗下来 消防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 四周充满了沙涌后留下的淤泥 危险情况时刻都有可能再发生 挖掘机将颤抖扬起抵住了防粮 从上方给了队员们一些安全支撑 有救援人员手部受伤 现场简单消毒后又继续投入搜救 金田村和草滩村在这次的地震之后 遭受了沙涌的袭击 从还有天光到天色逐渐暗下来 这场救援行动一直在持续当中 晚上大概7点半左右 一名男性的被困村民的遗体 在这里被找到送往医院 那现在救援人员依然没有放弃 还在不断地尝试去寻找 另外一名被困的女性的村民 那我们这组记者也会一直守候在这里 期盼能有奇迹发生 凤凰卧视急红萤火王磊刘家浩 青海中川草滩村报道 好 有关青海草滩村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 我们也来连线本台正在现场的 特派记者急红萤火来了解一下 急红早 湘宇 程子早 我们看到在你背后的沙涌是有逐渐干去的一个迹象 但是救援已经是经过了黄金72小时 目前最大的救援难点在哪边 还有什么最新进展呢 好的 我先来讲一讲这个最新的救援救展 其实是从21号下午大概6点左右的这里传出了消息 有一名被困的男性的村民在我身后的旁边的一栋 只剩下立柱和房梁的房屋被发现 他背靠着一个立柱 当时在这名被困的村民被发现了以后呢 现场这种挖掘机已经停止了工作 而转而由现场的这种消防救援队员们下去 进行徒手的挖掘 使用铁线和铁锹等等工具 将周围这种图给他铲开 然后再将这位村民被救出 大概在晚上7点半左右的时候呢 这名被困村民的遗体被找出并被送往医院 但是围绕我身后这个点位 他的救援工作还是没有停止 因为在他们负责救援这位男性的被困村民的时候 他们得到一个消息 就是离他不远的地方 应该可能还有一位女性的被困的村民 所以这个救援工作在这个点位继续的展开 那么目前在这里的救援工作存在哪些难点呢 大家可能从我们昨天传媒的报道里面已经了解到 在现场施救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可能以前以为啊 只有这种低温长时的这种困境呢 会对消防队员们救援造成影响 但其实呢在中午的时候 气温陡升附近的这些土啊 在我脚底下这些洞土 这些沙涌这些土啊 会突然会变软 液化 液化之后呢 人是很容易陷进去的 所以我脚底下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一个长断的这个防火布 它其实起到的作用是稳定周围的这个土块 也让消防队员们正常去通过 大家看到刚才我发回来这条新闻片 可能也看到大家在行走在这个上面的时候是非常注意小心的 不然很容易被陷进去 不过经过一整晚的这种低温啊 目前这个土块已经被冻住了 但是在大家在行走变得更安全的同时 我身后在进行救援的时候 这些土它变硬了 它在挖掘的时候 这个工作难点难度就会提高了 所以在目前在现场还会有哪些更新的发现 搜索会有哪些更新的发现 请继续关注我们从前方发挥的更新的报道 时间交换给香港两位 再次谢谢所有前线的救援人员 以及我们的前方记者 也希望传来更多救援的奇迹 待会儿有更多焦点 待会儿见 欢迎回来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正丽 21号应约与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进行视频通话 刘正丽表示 中美两国元首旧经商会晤 就恢复两军沟通交流 达成重要共识 两军应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 开展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双方关系稳下来好起来 发展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两军关系 关键是美方要有正确的对华认知 提前前提是 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重点是推进务实合作 增进相互了解 刘正丽也强调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方应切实尊重中方 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谨言慎行 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 我们看到在周四 美国和中国高级将领 进行了这一年多来首次的通话 这也打破了中美高级军官之间的紧张沉默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官方网站发表声明称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正丽上将 周四上午进行了一次视频通话 这是自布朗就任主席以来的首次通话 此次通话凸显了中美双方落实拜登和习近平 在旧金山会晤上达成的协议 美国联合参谋部发言人多尔西海军尚未透露 在通话中布朗上将与刘正丽上将 探讨了共同努力管理竞争 避免误判 以及保持开放和直接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布朗强调了与中国军方进行实质性对话 以减少误解的重要性 两位军事领导人还讨论了一系列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 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布朗上将强调双边防务政策协调会谈 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谈的重要性 同时强调了美国印太司令部 与解放军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司令部之间 沟通渠道的建立 这一通话是自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 佩洛西窜访台湾后的重要时刻 标志着中美军事高层对话 一段中断后的正式恢复 尽管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和分歧仍然存在 但这次通话被视为积极的信号 显示出双方都致力于管理双边关系 为未来合作铺平道路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之内 将在各个层级与中国官员举行 一系列的会晤和电话沟通 根据目前的计划 双边防务政策协调会谈将于明年年初举行 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谈 也可能在明年春天恢复 美国军方领导人几个月来一直表示 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正在与北京积极协调 以建立沟通 凤凰卫视王岐姚一伟华盛顿报道 中国商务部在11号发出公告指出 商务部及科技部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新增一项禁止类技术条目 即用于人的细胞克隆和基因编辑技术禁止出口 同时明确稀土提炼和加工技术禁止出口 据美国商务部当局他们将会说 对当地的半导体供应链 以及国防工业的基地来进行调查 也应对国家安全的关切 对此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说 美国一直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对于其他国家企业采取歧视性和不公平的做法 就将政治和经济这些的问题 还有科技的问题是政治化以及武器化了 因为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声明当中说 传统的芯片对支援电讯汽车 还有国防工业基础等关键产业至关重要 而解决外国政府威胁美国传统芯片供应链的非市场行为 事关国家安全 调查将会在明年的1月就会展开 而重点要关注美国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当中 中国制造的传统芯片的使用跟采购 而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报告说 中国在过去的十年 向半导体产业提供了大约1500亿美元的补贴 对于美国和其他的国家 缔造了不公平的全球竞争环境 斯里兰卡外长萨布里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 高兴看到中国崛起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力量之一 他说斯里兰卡作为独立主权国家 不会选边站 希望大国之间保持对话 为小国发展留空间 七成人口信奉佛教的国家斯里兰卡 主办了今年的南海佛教援桌会 这个由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的会议 借世界佛教重镇人斯里兰卡之力 希望共同为实现南海域类各国的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而努力 中斯的传统友谊远远流长 今年的合作不仅在佛教界 经贸和文化等领域的交友也日益增强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 和印度隔海相望 传统上印度世家的影响最大 拉布里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斯里兰卡作为独立主权国家 不会选边站队 也不想陷入任何的决力争端 斯里兰卡位于运动洋中心 位于连接着中东和东亚最繁忙的航线上 港口建设成为性外资级大国的博弈厂 外媒报道 美国将向印度主导的 斯里兰卡深水集装箱码头 提供5.53亿美元的贷款 这被视为美国对抗中国 在印度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应之举 拉布里表示 希望大国透过协商消除分歧 允许斯里兰卡这样的小国 保有发展繁荣的空间 我们没有关注到任何决定 决定的决定 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国家 使用作为任何决定决定 除了任何决定决定 身为穆斯林的萨布里 他和斯里兰卡总统共同出席了 在阿联酋举办的扣盘巴 之后又结束中东行程归来 身为穆斯林的萨布里 刚刚结束中东行程归来 他和斯里兰卡总统共同出席了 在阿联酋举办的扣盘巴 之后又前往出访了卡塔尔 卡塔尔在目前的以哈战争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萨布里认为以哈双方 应该立即停火 世界应该共同努力 找到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凤凰卫视 杨诗源 斯里兰卡 科伦坡报导 不过看到以色列现在继续的 不顾国际社会停火的要求 追缴加杀的哈马斯武装分子 对此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强调 不歼灭哈马斯 及救回所有人质的话 不会罢休 也因此哈马斯要么是投降 要么是死亡 联合国及非政府组织的报告 就指出 加杀全部220万人口 目前正在面临实物短缺的危机 其中四分之一 也就是57万多人 更是达到了挨饿的灾难程度 而在以哈冲突持续之际 多国都呼吁实现以哈停火 陈坎梅伦在同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 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敦促在加沙地带实现可持续停火 寻求长期解决方案 以实现地区和平稳定 并呼吁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期待更多人之祸事 卡梅伦还强调 海上安全和船只自由通行 至关重要 要避免贸易中断和经济混乱 舒克里则表示 埃及一直强调实现停火的必要性 指出当前的冲突 导致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日益恶化 并称埃及赞同必须维护航行自由的原则 埃及正在与鸿海沿岸国家合作 以确保航行安全 法国总统马克龙21号 在约旦南部城市亚喀巴 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晤 双方重点讨论了以哈冲突 及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 以及向加沙地带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等问题 阿卜杜拉二世警告说 以色列持续侵略加沙 将对地区产生灾难性影响 法国参议长拉尔歇 21号在以色列议会议长奥哈纳的陪同下 到访卡法阿扎基布兹地区 那里曾在10月7号 哈马斯发动的攻击中遭到破坏 到处都是损毁的房屋 拉尔歇在参观后表示 有责任见证曾在这一地区发生过的事情 对以色列人民表示慰问 并呼吁实现巴以两国和平共处 消除恐怖主义 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 在阿联酋首都阿卜扎比 会见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秘书长谢赫 就实现以哈停火和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展开讨论 阿卜杜拉强调 要优先促进以哈双方谈判 以达成和平协议 卡塔尔也一直在斡旋以哈人制释放和停火谈判 凤凰维视综合报道 好 下期回来关注两岸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办公室发出公告 大陆将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不分台湾进口产品的关税减让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1号表示 支持相关主管部门采取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不分产品关税减让的措施 同时也希望两岸双方可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 协商解决各类问题 让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 财政部网站周四发出公告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指 台湾地区单方面对大陆产品出口 采取了歧视性的禁止和限制等措施 违反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规定 根据协议 委员会按照规定和程序 决定从明年1月1号开始 终止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丙烯和对二甲本等 12个税目进口产品的协议关税减让 并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委员会指 希望台湾地区采取有效措施 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 商务部在上周五发布就 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 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最终结论的公告 根据调查结果和相关规定 认为台湾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构成贸易壁垒 并显示台湾对大陆相关产品 长期采取贸易限制措施 而且禁止进口大陆产品范围 在近年来呈现扩大趋势 截至今年11月 共禁止2509项大陆产品进口 台湾地区经贸办当时回应称 大陆的调整完全不符合事实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对于大陆终止对台湾12项产品关税减让 侯友宜就批评民进党面对争议的时候 都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 也呼吁在ECFA的架构之下 尽速协商 大陆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 终止对台湾12项产品的关税减让 侯友宜指出 在大陆启动贸易壁垒调查时 民进党这八个月内却都没有具体作为态度消极 大家都知道有可能会遭遇到ECFA的忠实 但民进党政府这八个月来 都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来面对来解决 我主张应该赶快尽速 在ECFA的争议协商架构里面 赶快进行协商 我们面对ECFA 民进党政府八个月没有动作 侯友宜承诺当选后 除了重启对话 解决贸易争端机制 也会在一年内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 再逐步推动下一轮的两岸贸易谈判 凤凰卫视彭世廷 柯正强台北报道 那么针对大陆取消对台湾12项产品关税减让 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相关话题再次请来时日评论员郑浩先生为我们点评分析 郑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陈子 我们刚才片中看到在大陆启动贸易壁垒调查的时候 民进党在八个月之内都没有任何具体的作为 态度很消极 所以民进党消极对待大陆贸易壁垒调查 您认为有什么意图呢 大陆方面采取坚决果道的措施来降低 或者是要取消对12种台湾原产地的产品的关税的安排 那么实际上是以这样的一个措施来回应 岛内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夹借两岸之间的商品的一些分歧矛盾 而实质上来推动台独的这样一个做法 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我观察了很长时间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在ACFA这个框架之内的 两岸经济产品的一个贸易上的一个纠纷 经济上的纠纷 不是的 而是呢台湾当局实际上在过去八个月 不能说什么没有做 他做了 但是他的做法呢 并不是要和大陆方面进行这个协商解决相关的问题 而是要把这个属于两岸之间的贸易上的一些纠纷 要拿到WTO上来解决 拿到WTO来通过仲裁来解决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台湾当局民进的当局实际上呢就是想把属于两岸之间 ACFA框架之内的一些问题拿到国际上去 通过谈判仲裁真正的要推动所谓的一边一国两国 这样的一个台独的一个目标 这个阴谋呢 是这个蔡英文当局民进党当局的一个阴谋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两岸的经济问题 而是一个台湾要假借经济问题实质推动这个台独的这样的一个图谋 我们知道两岸的ACFA呢是在2010年取回份 经过友好协商谈判达成的 当时呢还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国民党呢承认九二共识 承认的两岸同属一中 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基础之上 两岸经过多年的努力进行这个谈判 最终达成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英文的简称叫ACFA 但是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以及呢在这个当时啊 所谓的这个台湾的立法院讨论的时候 当时的民进党就极力的破坏反对 那么随着这个蔡英文上台之后 已经执政了 所以呢用执政党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就开始不断的来破坏这个ACFA 单边的采取了一系列的 来限制禁止大陆产品进口的一些措施 那么对这样的一种这种做法 那么台湾当局呢它的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要把两岸的这个问题 不要再在ACFA的框架之内进行谈判 拿到WTO去这个来谈判来仲裁 我们知道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1月1号啊 这个台湾呢作为台鹏金马 一个单独的经济区加入WTO 成为WTO的第144个会员 那么当然大陆呢是在它之前已经加入了WTO 在2001年12月份加入了WTO 两个经济体都是属于WTO的成员 所以呢现在民进党单元局 就把属于两岸之间的在ACFA框架之下 本来是可以通过友好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一定要拿到这个WTO去仲裁 所以呢侯有余说台湾当局民进党 八个月什么都没做 不是的台湾当局一直是在做 一直呢试图要把ACFA框架之内存在的 可以通过两岸协商解决的经贸问题 拿到WTO去仲裁 刚才我说了这样的一个做法 实际上就是要实质的造成一边一国 两国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这个呢也是台湾民进党一直主张 推动的台独的一个阴谋 大陆方面早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图谋 所以呢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 也采取一个相应的一个行动 来遏制这个台湾当局的这种 政治上的一个图谋 只是大陆方面并没有直接的说出 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根本的 政治上的一个含义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说 大陆方面采取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经济措施 而是要粉碎 要阻断台湾当局实质推动台独的阴谋 两位 是 好 谢谢郑浩先生的分析观察 要关注到是台湾海军的海虎前舰 21号是在高雄海上执勤的时候 因为这涌浪过大 造成了六名官兵不慎的落水 而目前有三个人获救 另外三个人失踪 仍然在持续的救援当中 台湾海军舰队指挥部就表示 海虎前舰五间执行任务的期间 装备脱落 而实施着浮航固定的时候 因为这瞬间的涌浪过大 造成成姓的少校等六名的官兵不慎落水 海军已经是指派了S70C 返潜直升机还有多艘临近载航舰执行搜救 那目前有三个人是已经被救起 意识是清楚的 而另外三个人是持续的搜救当中 虽然说这六个人都有穿救生衣 但是由于说寒流的来袭之下 下午的高雄气温也只有摄氏18度左右 三名的落水失踪官兵是有失温的风险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 和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 21号正式公布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将会带领社会各界抓紧前海和恒情发展 带来的新机遇 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得天独厚优势 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李家超提到开发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 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香港特区政府非常重视与前海合作 并且和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 前海管理局保持紧密联系 同时也加大力度支持香港不同界别的专业人才和企业 积极参与前海发展 此外 恒情总规的推出 将大力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 是中央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部署 李家超强调 香港和澳门作为国家的两个特别行政区 一直坚守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力 优势互补 共同担当大湾区的中心城市 和区域发展核心引擎 再看到这个消息是澳门药物监督管理局就表示 澳门的中药制药厂制造的外用中程药 也就是止痛活络摩擦膏 在21号首次的进入内地医院作为临床应用 药监局表示这一次澳门制造的中程药进入内地医院 是粤澳两地协同发展进一步融合的创新举措 澳门药物监督管理局表示 中程药止痛活络摩擦膏 2022年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药品医疗器械监管创新发展工作方案的简化注册政策 成功在内地注册上市 顺利进入珠海一家三甲公立医院做临床应用 药监局称 首款澳门制造中程药进入内地医院 是粤澳两地协同发展进一步融合的创新举措 对提高澳门药物在内地的普及性具有重大意义 标志着内地对澳门制造中程药的肯定 药监局期望业界继续用好国家汇澳政策 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外用中程药 透过简化注册政策推向内地市场 澳门药监局会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马上怀有财经消息 待会见 我们看到美股在周四收高 挽回了周三的部分损失 由于说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加上上周的失业救济人数轻微的上升 那么这也进一步的加强市场对于美联储 明年开始减息的一个预期 这就刺激了投资者进场 详情来看众友谊记者发挥的报道 我们来看新西四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早是开盘 就是跳高开出 随后也是全天走高 那么收盘也是以上升作收 投资人继续关注经济层面的消息 在新西四公布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经过修订之后 从原来的5%下降到4.9% 仍然是显示相当强劲的增幅 而上周首次申令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略微小幅弹谈2000人 投资人认为美国劳工市场仍然是文件 在这样的大的经济环境下 还笃定明年开始联储降息 那这整体的股票市场来说 可以说是利多的消息相当的相适 投资人是在星期三出现一个美股获利回头花牙之后 星期四沉浸入场追捧一些基欧股 公司引力效益方面 美光记忆型芯片公司 盈利超好前景正面预估 所以升幅是相当量力 全天都是9%以上的升幅 那么成为纳指当中升幅最好的一个个股 也是带动了其他的相关芯片股 像英特尔公司和AMD公司呈现走高 分别都升幅超过2% 英特尔公司还是到这当中升幅 最好的一个个股上升幅度2.79% 标准PRO500指出11大行业股 全面都是呈现走高 消费型领涨 科技 保健 电讯 工业 也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 那么罗素2000 在星期四的时候是备受投资人看好 很多捐商表示 在2024年小型股应该是走势有远 整体市场来看 圣诞老人确实给美国的投资人 带来了一个圣诞礼物 就是市场稳健反弹上升 收盘时10年常债收率是3.88% 油价小物下降 0.43% 73块8毛9一桶做收 肩价继续承接昨天的盛市小幅反弹 百分之0.18% 2051.30美元一盎司作收 以上是星期四 晴孔 凤凰卫视旁哲 纽约报道 中国对外开放的立场坚定 反复强调开放的大门 只会越开越大 绝对不会关上 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而且推动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 小船上的杂货铺在渔港中穿梭 渔民们忙着修补渔望 如今的海南岛不仅要发展 传统的旅游农渔产业 企业发展也迎来新的机遇 它目前是对标香港 新加坡跟迪拜 它未来可能一些政策设计 会超越这些地方 这家粮油企业是听到 海南建设自保港的消息后 2020年在海南淡州 杨浦经济开发区投资建厂 不仅生产设备 从海外进口免关税 原材料从海外进口 在海南生产 加工增值30% 产品卖到中国市场 也可以享受免进口关税政策 他们是享受这项优惠的首单企业 同时他们还享受了 企业所得税15% 个人所得税 不超过15%的优惠政策 把运营中心设在这边 这个说服力更低 更自由 更便利 那未来我们的产品出海 我相信自贸港 它系列政策 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来赴能 海南自贸港明确 到2025年进行 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的封关运作 一线放开就是境外货物 可以自由进驻海南道 但是也并不是毫不设防 这就给海关提出更高要求 海口海关与下属的海关 正在不断提高应对能力 记者探访了位于 越良岛新建的 进口物品检疫实验室 他们采购了一批新装备 来的这个植物 有没有携带那种菌 细胞切片染色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台 显微镜下去看 可以看到很多 微观结构的东西 特别快速 你看我们直接进去之后 然后一键的这个 提用它这个模式 就可以显测 特别快 二线管住是确保 从海南自贸港 到中国境内其他区域 要进行海关管控 比如要查验免顺品 是否被偷偷带到了内地 海南建设了一批二线口岸 设计年通关旅客 1800万人次 车辆270万辆次 封关后的最大 离开海南岛的通关码头 新海港 已经在今年的12月 建成投入使用 建有货运客运汽车的通关查验设施 旅客到达之后 可以通过这个手机APP之类的 这个便捷的通关 提前做一些申报 到了这个通关卡口之后 就第一时间 进与放行 能够实现五感通关 海口海关表示 在2025年封关运作之前 有100多项任务需要完成 现在正在稳步推进 自贸港必须告诉我们开放 如果没有高水平开放 你这个自贸港 你是建不成的 2013年中国内地 在上海建立了首个自贸实验区 在过去的十年间 先后分六批次 建了21个自贸实验区 涉及到内地的51个城市 和海南全岛 从自贸区到自贸港 中国大力要推动的是 制度型的开放 要将实验田变成高产田 制度型开放最早是在2018年 中央经济公众会议的时候 提出来的 它主要的核心呢 就是在稳步推进 原有的以商品和要素 流动型开放的技术上 大力推进 以规则 规制 管理和标准的制度型的开放 是形式对我们的要求 任务对我们的要求 为建国说 之前的开放更多是被形式所迫 被动接受国际规则 制度型开放是中国主动提出来 要与国际规则对标接轨 过去的开放主要是追求要素的自由流动 涉及的是经济贸易领域 而制度型开放范围更广 包括医疗金融等等方方面面 要提高的是整体效率 无论是土地资本 人力技术数据和信息 它不仅要流动起来 而且做到最佳的配置 就是我们投入少 产出大 效益最好 这就是制度型的开放的结果 比如说在国外 能够通过检验的药品 它在进入我们国家市场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我们国家的临床实验 那么这个是一般来讲都比较长 现在规章制度的改则 就需要我们把它对接 也就是说我们要还是要这个检验的 药品注册 但是时间要缩短 日前国务院批复 支持北京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工作方案 印发了上海自贸区对接国际高标准 经贸规则总体方案等文件 专家都认为 中国是在加快稳步的推进制度型开放 凤凰卫视 霍卫委呗刘家浩 海南北京综合报道 美国洛杉矶在日前举办了一场 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2周年的活动 曾经参与乒乓外交的美国运动员 对本台表示 他积极参与相关活动的初衷 是要将纪念乒乓外交的传统传承下去 并且希望两国明白 即使中美之间存在分歧 仍然可以通过文化交流 发展友谊 而不是制造对立 来自美国乒乓球协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和南加州华外社区 共同追议的中美建交史上 最重要的时刻 曾参与乒乓乓外交的美国运动员 已进入冒叠今年的斯威利斯 依旧积极出席社会 他表示 以乒乓外交为概率的人文交流 对中美关系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都具有重大意义 以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拉开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而每年盛大举办的纪念乒乓外交的活动 对于拥有众多华裔 居民的南加州来说 也是一个男子的机会 让年轻一代了解中国 认识中美两国间 这段不平凡 且极具里程碑的时刻 使之为当上的中美关系 持续发挥正面的影响 在美国能碰到这样 跟乒乓球 跟中国有关联的活动 这样是非常稀有的 也很稀少的 我们可以通过乒乓球 来交流文化 然后来传达一个新生代 到老年之间的一个建交 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是很不错 虽然我们中国和美国的 这个关系受到了一定的挑战 但我相信中国和美国之间 还是有很多可以合作互补的 尤其像我们现在所从事的 新能源行业 这正确是美国所欠缺 而中国所有优势的地方 局势主目的平凡外交 已经正式进入了第52周年 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发展 共同推进中美间的友好 是两国人民共同的期待 以上是防卫视 杨文娟李战青 来自洛杉矶的参谱报道 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 有限公司打造的 高端对外文化交流品牌 中华风韵 在澳大利亚的三大主要城市 墨尔本 悉尼和布里斯班 隆重上演 那么这一次也是香港 中乐团41年后 重返澳大利亚 进行巡回演出 19号 中华风韵在墨尔本 举行了澳大利亚巡演 首场演出 墨尔本作为澳大利亚 首要的文化城市 响起了来自中国 香港中乐团 从《红楼梦》到兵马俑的 中华民族华彩乐章 在21号 中华风韵在西西市政厅 再次登场 演出前的招待会上 中澳政要纷纷祝贺词 来表达香港中乐团 41年后重返澳大利亚 展开中澳之间 文化交流的喜悦 return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to Australia after 41 years actually means a lot we are actually staging a really big performance in Melbourne Sydney and then Brisbane attracting thousands of audiences to appreciate Chinese music and culture this also means symbolizes the close cultur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Australia We have actually promoted a lot of Hong Kong artists and also some dance companies back in last year. And next year I can promise you that we are going to bring more and more performing groups from Hong Kong to Australia. 古老的思路 兵马俑的鼓声 那是中华民族 长久号角的记忆 锁那的铿锵节奏 更令澳大利亚观众 想起了土著人的 低级里都管乐声 中澳文化交流 险境在音乐回旋的奥妙之中 香港中乐团在澳演出 正值南半球盛夏的圣诞节之际 当乐团演奏起圣诞之歌时 把整个晚会推向了高潮 雷动的掌声 让乐团的艺术家们 进行了一次超长时间的羡慕 纯粹的国乐来自于香港 国乐制文化遗产 跌宕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印记 它撼动了在澳当地的观众 和华人华侨的心 香港中乐团的演出 在悉尼和墨尔本 充分展现了音乐无国界 以及中澳文化交流的实质内场 凤凰是杨海英 悉尼报道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了